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家境不好 他早期的训练异常艰苦 不合脚的冰鞋 凌晨四点的露天训练等等 也正是因这些早期的艰苦经历 吴大静养成了面对困难绝不退缩 欲挫欲用的品质 他从加姆斯的业余队一路滑到江苏省队 吉林省队 最终2010年11月 吴大静终于披上了国字号战号 相比 吴大静的天赋实在一般 头两年的他是徘徊在二队的边缘队员 亦或是屡次被女选手超越的陪恋 重压之下 吴大静没有放弃 既然不是横空出世的天才 那就靠后天努力不断完善 功夫不负有些人 吴大静从2012年开始以精神主力阵容 并逐渐在国际赛场展触头角 两年的时间 他在世界杯分战赛 达到了500米和1000米冠军 时间来到2014年索契的奥会 吴大静首次亮相中奥赛场 一路杀进男子500米群赛 决赛中 一路领滑的他 在最后一圈被经验丰富的维克多安超越 最终摘得了一枚银牌 无大静再次创造世界纪录 拿到男子500米金牌 冲过终点线的一刹那 吴大静将自己内心压抑的情感 全部释放 他和场面的教练组紧紧相拥 跪在垫子上和李延教练 早已泪流到的唯一金牌 也是中国短刀速滑男队历史上的 首领金牌 来到北京中澳周期 本赛期的短刀速滑世界杯 无大静的状态先易后扬 在最后一战荷兰战男子500米 拿到一枚单向金牌 无大静拿下这枚金牌后 竞技状态和心态慢慢变好 备战北京冬奥会自信心 也能等极大提升 2022北京冬奥会 让我们一起关注无大静 期待他再创佳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